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關於戴隱形眼鏡的一些連肢 因為很多人都會經常問我戴隱形眼鏡是否只可以戴10年 戴20年是否不行呢 甚至乎有些人問我是否戴隱形眼鏡 主要是壽命 其實原來戴隱形眼鏡是沒有壽命的 問題就是要看一下配戴的人客 他們怎樣去處理對隱形眼鏡 以及戴隱形眼鏡有多守規矩 因為如果我們戴隱形眼鏡戴得不合適 譬如什麼叫不合適呢 配的時候沒有合適的視光師去幫他配 或者去戴的時間過長 有些叫做血管增生 血管增生真的是我們的眼角膜 生了一些不應該的血管 這些就會令到戴隱形眼鏡的年份要減低 所以如果你有定期聽話去找我們眼科視光師檢查 而鏡片的質素也是有一定的保證 有些人客真的可以戴70歲 他還可以繼續用隱形眼鏡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戴90年了 是不是不准再用隱形眼鏡 不是的 所以大家的意識記得 一定要去定期檢查就可以了